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3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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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我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 获得这种僵责 OmSANBARA SANBARA SANBARA BMAN NA SIRA MAJOR MAHEON ZANBARA BAJOR MAHEON ZANBARA HONPANI SOA OmSANBARA SANBARA BMAN NA SIRA MAJOR MAHE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钱 当滓上面对一切行僧 当滓上面可以看出来 吗也是那般小 对呦中節能力 对呦中筿 很简单 好 然后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 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开始讲刺戒普罗蜜多 刺戒普罗蜜多 实际上也是 是依靠心的力量而产生的 除了心的短心以外 没有别的所谓的 波罗蜜多 在宗文当中是这样讲的 潜于之何方 实得不造伤 或断恶之心 所谓解度缘 那么这个 刺戒普罗蜜多应该说 全部是依靠心的力量而产生的 这样宣说非常合理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宣说 所谓的刺戒普罗蜜多 也就是说 受持戒律的人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任何一个世间当中 他面对的这些外境 全部得以清净的话 这是谁也做不到的 首先我们以杀生为例而言 为了受持不杀生的清净戒律 我们对境的 所有的这些鱼类 还有世间当中的一些鬼类等等 所有的这些众生 所杀的这些众生 全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 让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我们也没办法做得到的 而且整个世界当中 人和非人的众生是那么多 然后我们为了 受持清净的戒律 全部迁到一个 不太杀害的地方迁著 这也是不现实的 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 也是出现许多的人 邪淫 杀生以及偷盗等等 这种现象历次地会发现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清净的戒律 并不是在外面的物质上 也并不是外面的事物上安利的 这一点大家无比要清楚 所以他这里怎么会是 能与等等这些众生 全部迁到别的地方去 不造任何的杀害呢 这是不可能的现象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才算是真正地 获得了持戒圆满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获得了 不造恶业的这种心 我不杀生的这种心 什么时候在我的相续当中得到呢 那个时候 我不杀生的持戒波罗蜜多 已经获得圆满的 什么时候我的相续当中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邪因的 这种决心在相续当中生起来 这个时候才算是持戒波罗蜜多 已经圆满的 因此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了持持戒波罗蜜多 并不是认为所谓的对性 全部遣到别的环境去了以后 才算是真正的圆满持戒的功德 也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之前是不是我们 对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呢 也并不是这样的 当然作为初学者来讲 就像以前阿底下尊者说过一样 作为初学者 对环境非常的要值得注意 要选择 否则一般没有得地持戒 随着环境一定会受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 我们首先住一个寂静的地方 为了收持自己的清净戒律 选择这样的清净之地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永远依靠外境来圆满持戒波罗蜜多 那只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也是没办法的 就会说 如果我们想要用身体复活动 一直在干净的灵状 传染 我们已经在干净的游戒 再来一种灵状 再来一种灵状 我们是在灵状 这种灵状 现在我们在工程中 是在灵状 这个灵状 这种灵状 这种灵状 就是在灵状 灵状 这种灵状 灵状 那种灵状 这种灵状 灵状 灵状 这种灵状 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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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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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安忍波罗密度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万者如虚空 其能净之彼宜若其诚信则同密众地律 那么他这里怎样讲的 如果真的是外境所有的原地全部都消灭完了以后 才算是安忍波罗密度圆满那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世界当中 只要是一个不清净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面 性格粗暴的 蛮横的 野蛮的 顽固的这种众生 多得不可思议 就是无边无际的 可以说这种坏人的话 应该说是比比皆是无量无边 就是非常多的 那这些每一个全部要降伏的话 一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方面也是根本没有必要 降伏这些所有的地众 一个一个全部杀进灭绝 那这是我看任何一个修行人 为了修持自己的波罗密度 然后所有的人 所有的原地全部消灭的话 这也是实际上 并不是一个佛教徒的行为 也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若惜善心则同灭众地 如果我们通过正知正念 通过以如理如实的去思维 如如不动的安忍之心 进行观察 观察之后 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非常可怕的嗔恨心 悔恨心 这种悔恨心应该加以对付 加以对治 从根本上可以根除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唯一的一个原地就是嗔恨 已经对治了 已经对付了 已经不存在的话 那么实际上 就像外面无数无边的 所有这些怨恨的敌人 人和非人 以及对你不利的所有的环境 都已经清净了 因此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熄灭了嗔恨心的话 实际上万年的敌人 全部都已经下灭完了 否则的话 所谓真实的原地 越下灭越正 越来越多 我会觉得变成一个点的好 点堂 我会觉得变成一个大让 mycket信息时尽不最好 我会就知道 我会觉得变成一个大让 好 我会觉得变成一个小时 很高兴时尾的从根本上 忍得到为了人 Rotterdam就能够 这么高兴时尽不再来 我会觉得变成一个 staff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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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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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